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是江文导演的处女作,由王硕的小说《动物凶猛》改编,主要演员有夏宇、耿乐、宁静、桃红等。 该片的背景是文革时的北京,一群生活在部队大药里的孩子,在耀眼的阳光与遍地的红旗之间透过自己的青春。 意识流的故事里有爱情和性的冲动,有幼稚和失败的革命精神,也有成长的故事。 这部电影里大大小小角色都鲜活可信,就连冯小刚和王硕客串的魏老师和小流氓,都让人过目难忘。 同时,江文非常着重气氛地炫耀,屋顶上因性运动可用的少年不甜地走动,大面积的过曝镜头让荧幕上充斥着阳光的味道。 男性荷尔蒙的满意,也自这部影片从此成为他标志性的电影符号。 这部影片中的黑色幽默,就有极强的反讽力量,为我们审视过信任的荒唐的时代,提供我的契机。 同时也让我们思维肯定在现代的这个社会。 我们不禁要问,现在的社会里还有没有造成时代非剧的因素? 一部电影能够做到这些,也就实现了附加在其审美功能之参的社会功能。 我想这也是阳光灿烂日子能够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吧。 感谢您的观看,期待您的评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